观音菩萨为何能横行先佛两界 甚至无所不能 这都要归功于有两位好师父 俗话说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此时留下大吉大利 以后顺风又顺水 第一位原始天尊 观音菩萨原本是禅教慈行道人 也是三清之首原始天尊门下唯一女弟子 然而在封神大劫的时候 为了躲避劫难 被准提道人堵入西方教之后改修佛法 历经时事轮回 修成菩萨正果 成为了佛教中的四大菩萨之首 第二位阿弥陀佛 当年观音菩萨在凡间修行时 发现世间苦难那么多 就很困惑何时才能堵完 于是就动摇了虔诚之心 从而导致身体慢慢裂开 恰巧被路过的阿弥陀佛大救 并收他做了徒弟 大彻大悟的观音菩萨 修成了千手千眼的神通 这让他更好地尽早完成 度化所有世人的愿力 那么很多人都很疑惑 观音菩萨究竟是道教 还是佛教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别忘点赞收藏 加个关注 谢谢